您各位好啊 我是在旅途中给您寻找美食的昆仑流石 关于北京立交桥的笑话啊 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没有 说有这么一天呐 帝国主义突袭北京 著名的101空降师506团一连 空降在了西志门立交桥上 半了月呀愣是没绕下来 活活的呢饿死在了寄门烟树的美景下 糊涂啊 从桥上跳下来就一家北京著名的拉面馆 吸着门老拉面呀 摔断了腿爬着过来也没多远 而且啊全天候的营业 就是一样啊 到了饭点甭管是谁啊 您得排队 在北京啊 爱吃拉面的人都知道这 这家拉面老店呢 就在西志门桥边上的一个小骨头里 我呢是第一回吃 纯属于是慕名而来 进店呢就点了这经典的搭配 小碗面小碗炖牛肉 哎喝一口这怂文乐啊 咱们先去去暑气 然后呢就上下开吃了 不好意思啊您 我先骗您了啊 他们家的面啊好吃 您要问我怎么好吃呢 我觉得这家面馆最拿得住客人的 就是完全适应了北京人的口味 这面条啊比西北拉面稍稍的软了那么一点 我觉得啊这肯定和北京的水有关系 再来呢这汤头首先它没有萝卜片 一股浓浓的肉汤香味 上面还飘着蛋黄的油花 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味道上 都能让您感觉到啊这是一锅熬出来的浓汤 和那浓汤煲牛肉粉鸡精味精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还有呢就是这放香菜没有青蒜 这也属于本地人的习惯啊这就对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这青蒜呢都是放在炒鸽子里 要说这面汤啊有香菜那就已经足够了 说完了这面咱们再说的说的这肉 单买的牛肉也从西北风味的大片牛肉 改成了北京人喜欢的小碗炖肉 这肉炖的不但入味 而且它有筋骨口感绝佳 香真香 这吃一家啊不但能让您吃饱 而且能让您吃好的小面馆 我跟您这么聊啊没有什么用 我觉得还是每天您自己个儿过来尝尝吧 其实啊做美食就是这样 传承呢它固然很重要 不过呢还得适用当地人的口味 不会有人滴滴的从兰州跑来 品头论足一碗北京的拉面是否正宗 只有身边的街坊 大口大口的突露完您这碗面条 一抹嘴的说一句 嘿第一道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回头见 欢迎订 kita